大家好,这里是TCCE高级云运维课程第四课 在之前的几节课中,我们已经熟悉了通过三种方式 在腾讯公有云上进行自动化部署运维的方法 最后我们也实现了完全自动化的一键部署 在这一课中,我们会继续学习随着新技术发展 对运维领域越来越重要的DevOps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一课的内容安排 首先我们介绍DevOps新奇的背景 结合之前几节课我们介绍的实际场景 分析为什么DevOps会产生 接着我们会介绍DevOps的概念 什么是DevOps 再接下来会介绍DevOps的架构和相关的流程 列举一些DevOps涉及的工具框架 最后我们以在云端实现DevOps为例 详细介绍一种实现DevOps平台的方法 首先我们开始第一节课 什么是DevOps 在软件项目开发迭代的过程中 运维团队的工作常常需要和开发测试团队进行衔接和协调 比如在传统的工作模式当中 正式的部署工作必须在开发和测试工作完成之后进行 如果开发或者测试工作完成的时间较晚 运维团队开始部署的工作时间就会更晚 要么会导致运维团队的工作时间不人性化 要么导致部署的工作安排在第二天开始进行 会浪费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又例如当开发在进行当中 可能需要运维团队的配合 部署测试环境 而测试的环境变化快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和改进的过程中 如果这是一种频繁发生的事件 也会对运维团队带来比较多的工作量 在这些场景下 开发工作和后续的部署工作 衔接会发生不顺畅 有时会因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各属于不同的团队 在管理上 工作模式上容易造成分歧 前几节课也提到过 在云计算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 应用系统的架构 因为底层的基础架构技术革新 也受到了一些启发 比如应用服务 特别是web应用服务 采用单一服务形式的越来越少 而分布式架构 微服务模式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运维团队要面临更多零散的 定制化的服务 需要部署在多主机的环境里 这些主机常常是云化的 是很多台云服务器 需要频繁的带依赖顺序的部署 所以 运维团队面临的挑战 比传统工作模式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而传统的运维工作方式和节奏 已经渐渐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 应对不了日益更新的开发架构方式 在这种场景下 可以在团队工作模式上 做一些改进 在技术上 利用一系列工具 将开发流程和部署流程有效地连接起来 目标就是无缝衔接开发和部署工作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DevOps的概念 DevOps的概念并不是一天产生的 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 DevOps逐渐成型的时候 业内用于软件工程方向的自动化工具越来越成熟 而敏捷开发这种提倡组建高效合作的模式 也逐渐推广开来 这是在大环境下DevOps产生的条件 DevOps产生在敏捷系统管理和敏捷运维的背景下 运维团队希望在工作中应用 敏捷开发常用的思路和方法 另一方面如刚才场景所述 团队互相理解和合作 是应用一个高效流程的基础条件 DevOps从概念上说 就是一种在软件工程上的 将开发和运为两者统一的文化或者实践 DevOps由Development和Operation两个单词组成 各取了两个单词的缩写连在了一起 非常直观地表现了 这种将开发和运为两者统一的含义 这种统一并不是说要把运为这个工种消灭掉 让开发团队来做运为的事情 而是让高级的开发工程师和高级的运为工程师 深度合作打造一个更好的流程 来应对迅速更新和增长的业务产品 在很多描述DevOps的定义当中 不光涉及到了狭义上的开发团队和运为团队 还包括了负责质量保证的QA团队 在广义上 QA团队也是开发的一部分 而自动化测试相关的流程 也是实现这种敏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DevOps的本质 就是一种打破传统团队合作中的翻篱 让开发团队和IT运文团队紧密合作的文化 在DevOps的实践当中 需要自动化软件交付和基础架构变化的流程 这就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用工具链和实践方法打造项目改进闭环流程 这是技术层面的打通流程整合资源 第二是从上到下确立多个团队 打破翻篱的合作文化 这是从管理角度实践DevOps 看右边这张图 在传统工作模式中 左半圈的流程属于开发团队 右半圈的流程属于运维团队 以产品发布为解 发布之前的流程为开发流程 包括软件产品的计划 编码 构建 测试 而发布之后 包括部署 运营 监控 和维护 属于运维流程 客户和内部的反馈 又反映到计划当中 将这些流程连接成一个 项目持续改进的闭环 产品在这个闭环当中 循环流动 环环相扣 而如果想让这个循环的速度加快 需要一系列工具 而让左右两边的流程界限更不明显 就需要开发和运维团队 紧密无间的合作 所以说DevOps 不仅是一种文化 也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自动化工具 甚至不仅仅是开发和运维两方面的事情 是整个软件产品团队在高效产出方面做出的努力 在实现了DevOps之后 可以为业务团队带来十分正面的影响 首先是加速产品推向市场 因为加快了软件开发运维流程的执行 之前在传统场景下 假设部署发布需要一天 接着测试发现bug 然后修复 发布再需要一天 这样产品的快速修复需要两天才能上线使用 在DevOps场景下 自动构建和测试就能帮助发现错误 发布也是自动化流程 利用半夜的时间 部署节约时间 那么同一个错误 快速修复就只需要一天 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上线使用 软件产品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频率进行迭代 让产品上的创新更快地推向市场 满足客户的需求 其次是提升产品质量 因为在流程上的时间花得更少了 资源内耗减少 相当于软件产品的成本降低 开发运维团队 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为业务打造定制架构和服务上 多次的迭代和低成本的构建 测试和部署 可以帮助实时更新测试环境 测试的频率更高 覆盖率更广 一切系统化的流程 也可以帮助团队追根溯源 找到出问题的地方 加以改进 最后 因为DevOps的文化 是提倡团队合作无间 共同承担责任 避免互相推诿 真正帮助软件产品团队 提高组织效率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在了解了DevOps的产生和概念之后 我们开始学习DevOps架构和流程 上一节我们介绍过 DevOps不光是一种文化 还是一系列可以实际操作的实践方法 设计一系列的技术和工具框架 这里我们列举了一种典型的DevOps架构 利用了一系列的工具链 自动化衔接相应的流程 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流程 首先开发团队会通过将代码 提交到版本管理工具 触发代码审查事件 如果审查通过 就会触发自动化构件 在有些情况下 也可能一旦代码提交 就会触发自动化构件事件 构件成功之后 触发自动化测试工具 利用编排工具进行测试环境部署 部署完成后 自动化测试工具会执行测试 如果测试通过 则又会通过编排工具 自动部署生产环境 这样一来 整个从开发到运维工作的 衔接和过渡 都有自动化系统 经过事件触发完成 这样就可以做到 提高衔接效率的作用 刚刚我们介绍了一种DevOps的架构 我们大概对DevOps的实现 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对于运维团队来说 特别是高级运维工程师 如果能够参与到团队的流程定义当中去的 在进行DevOps实践时 需要注意到这些问题 首先是没有完全正确的流程 比如刚才的例子 对于某些产品来说 自动化测试和编排就比较困难 可能实现起来成本很高 可能就要预留一些相对灵活的人工部分 而代码审查 可能对某些软件产品 就不能仅仅用这么简单的流程管理 还需要更复杂的审批和审查流程 这些都是因项目而已 流程改进 包括对流程的自动化 是DevOps实践的重要环节 刚刚提到了 如果能够提高流程的自动化覆盖率 会是很高效的事情 而如果中间有困难 可能需要评估好投入产出笔 在采用DevOps前 需要梳理和规范 现有的开发运维流程 要确认可自动化环节 比如各种流程间事件条件触发等 都应该尽量的自动化 避免时间浪费 优化精简现有的环节 在DevOps实践之后 之前由于部门壁垒出现的一些流程 可能就可以删掉 另外需要确认责任人 这样能确保流程环节在执行时 能够更好地落地 刚刚说了流程改进 然而DevOps不仅是流程改进 大家看右图 DevOps首先是关于项目中的人 然后是流程 再才是工具 DevOps建立在架构技术飞跃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业务架架要求的逐渐提高 众多现有的开源工具框架成熟 也不能推广这种模式 DevOps是软件开发流程和方法论的历史经验沉淀 不仅仅是利用自动化和工具改进流程 更是项目中 各个团队成员对现有工作方式的审查和优化 在DevOps的环境下 对运维测试员工的要求比以前更高了 因为这些员工不光需要有传统的部署 维护的技能 还需要有一定的开发技能 能够自行开发脚本实现自动化功能 也要了解开发的流程和开发团队紧密合作 作为运维岗位员工 意识转变的重要性 不光是维护工作本身 还要把思路和眼光拖宽到发布之前 能够把避免的工作避免 能够提前的工作提前 对这个团队来说 需要提高合作精神 服务意识 在讲解DevOps时 不可避免的需要和另外两个敏捷开发的概念一起讨论一下 首先是持续交付 英文是Continuous Delivery 简称CD 是指确保任何时间都可以可靠发布的软件工程方法 这种实践方法对开发运维的要求都比较高 开发团队也要保证提交的代码版本 能够随时可以达到发布的水准 运维团队也能及时响应 随时达到交付的部署维护要求 另外一个概念是持续集成 英文是Continuous Integration 简称CI 是指随时随地可以把开发的各个部件进行集成的一种实践 而持续交付包含持续集成的概念 除了能够完成集成的要求 还要能够达到交付的标准 而持续集成更多属于开发的范畴 那么DevOps与刚刚说的CI CD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 持续集成是DevOps实践的重要一部分 持续集成更多关注于集成的范围 DevOps不光是一种实践方法 还更多关注于文化 而实现CI CD是实现DevOps的重要一环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 持续集成主要包含了从编码、固件、集成、测试和发布几个流程 而持续交付与持续集成多了部署这个环境 需要关心产品到达用户系统后的情况 而DevOps关心的是刚刚讲过的这个流程闭环 关注怎样通过不断的闭环流程 达到正反馈逐渐改进的效果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前几节课我们主要是讲解概念 这一节课我们介绍DevOps工具框架 BitLab是开源的代码管理和开发团队流程管理开源框架 基于现在广受欢迎的Git代码管理工具 在设计和使用理念上 GitLab对DevOps有很多接口和流程上的支持 甚至商业化的产品可以覆盖软件开发的全部阶段 用户只需要提交代码 配置好了的GitLab就可以负责完成后续的一系列工作 如果想用GitLab和其他DevOps工具进行对接和支持 可以利用GitLab的插件 同时GitLab也提供了API向其他程序提供Web服务 现在GitLab的API使用了新兴的GraphQL语言 DevOps的开发者可以灵活地应用这些接口进行集成 Jenkins用于构建 就是Bill的自动化管理 提供了可视化的构建统计和监控工具 这样也提供了很多插件 实现和其他框架的集成 用户可以在官网上寻找自己想要的集成框架 然后直接使用插件并配置 比如对Java语言开发的应用 有专门的Marvin插件 可以方便地通过Jenkins定义几个项目需要的阶段 比如触发事件 自动通过Marvin构建 构建成功以后执行自动测试 如果成功的话 就可以在无人职守的情况下部署好环境 因为Jenkins在DevOps流程中 常常被用作一个关键的触发部件 用户可根据自身项目需求 定义自动化构建 测试与交付流程 Jenkins框架的功能 逐渐完善 而且发展迅速 受到了广大开源社区的欢迎 编排工具是DevOps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流编排工具 如上一节课提到的 Purpit Chief SortStack Ansible等 均提供对DevOps的支持 而且将DevOps作为编排工具的一种重要应用场景 根据各项目的应用场景不同 编排工具可能在DevOps中负责两部分的工作 一部分是由自动化构建工具触发 在构建成功之后开始向测试环境部署 另一个部分是测试通过之后 正式发布时向生产环境部署 触发自动化测试 比如刚才说到的Jenkins 在定义好Deliver这个stage的操作之后 可以是调用一个Ansible Playbook来进行部署工作 可以是面向测试环境的部署 也可以是面向生产环境的部署 以Ansible为例 使用Playbook可以将部署的全过程自动化 上一课我们已经演示了一个完成的过程 根据这一节课的学习内容 再通过刚刚讲的代码管理工具 和构建工具事件出发 就可以自动化从开发工程师提交代码 到最后看到可用的环境的完整过程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已经了解了DevOps的概念 架构 流程和工具 这节课我们结合之前的几点 介绍一下在云端实现DevOps的办法 在较为小型的项目中 采用紧凑的DevOps服务部署方式 将所有的相关服务 包括代码工具 自动化构建 自动化部署和其他自动化测试 全部都集中在一个云服务器当中 这种形式适合中小型项目 在构建和部署都不需要太多时间 和资源的情况下使用 另外采用这种模式要注意一下 DevOps设计的这些框架 都有一些资源的最小要求 比如GitLab要求内存最小4G 再加上各种框架都会占用一些资源 这种All-in-One的模式 要保证单个主机的配置 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避免性能受到影响 在这个例子中 是同一套DevOps工具链 同时管理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 在实际应用中 要配置清楚 避免混淆 发生部署事故 在较为大型的项目中 采用较为分散的DevOps部署方式 采用分布式的Jinkins部署 其Jinkins也分为Master和Slave 然后GitLab和Ansible服务端 分别使用不同的云主机来部署 Jinkins的部分采用了集群方式来部署 各个Jinkins节点 可以分担构建的压力 同时通过不同的Jinkins节点 通向不同的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 可以在架口上隔离各种环境 流程更清楚 不容易产生部署事故 这种方式需要更多的资源 但是可以提升流程的效率 在比较大型的项目中可以使用 在前几节课中我们已经讲过 在敏捷软件项目开发的流程中 DevOps相关的开发和流程设计者 需要根据不同的团队文化 和已有的沟通方式 定义合适的DevOps工作流程 善于利用各种框架中的事件触发机制 自动化关键衔接流程 建立结果反馈流程 加速响应结果 比如下面这个流程图 某公司的部署需要多个测试的阶段 部署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那么需要DevOps的工具链 在合适的时机触发不同的测试 并反馈结果 失败时及时反映问题 又比如说 某公司原有的文化和流程 需要在发布前 就把软件部署到一个测试环境当中 那么也需要DevOps的流程 根据这个特点进行设计 接下来 我们再介绍一下实现DevOps时 配置刚刚几个介绍的GitLab Jenkins框架时 需要注意的必要细节 在之前介绍的架构环境基础上 开发团队的程序员准备好提交的版本 并在Git上提交就可以了 要触发后续的流程时间 只需要在GitLab的环境下 配置打开事件触发提醒 PushInvents 大家可以看右边的图 在Trigger出发器这一列中 选中PushInvents即可 这样GitLab上收到的提交时间 才能通过Webhooks 传递给后续流程的Jenkins框架 使用GitLab和Jenkins的情况下 触发自动化构件大致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GitLab向Jenkins发API请求 第一种方法是在GitLab的环境中 通过向GitLab横杠CIAPI 发送一个post请求 这个API的格式如下 post-projects-mailid-trigger-builds 前面是GitLab横杠CI部署地址的IP 然后跟上下面显示的这部分URI 这样就可以设置触发器 实现代码提交事件 触发构件等自动化流程 另一种是GitLab中使用Jenkins CI Service 这种方法是利用GitLab中Jenkins CI Service 配置如下图说是 配合使用Jenkins中GitLab插件 触发事件 下面链接为官网的Jenkins的GitLab的插件介绍 刚刚我们提到GitLab打开PushInvents的方法 这里再增加一些配置 把部署好的Jenkins URL 以及项目名登录方法 填入GitLab的配置页面当中 就可以触发Jenkins的构件事件了 稍后我们的演示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在使用Jenkins和Ansible的情况下 也有两种方式可以触发自动化部署 方法一是在Jenkins的下面 用PostBuild Script插件 在构建完成后 实现自动化运行Linux脚本触发部署 这样就相当于在Linux Share下面 直接执行命令 运行Ansible Playbook 再调用相应的Playbook文件就可以了 方法二是使用Jenkins中 针对自动化编排工具的插件 比如Ansible的插件 指向Ansible的安装路径 以及Playbook的路径 以便事件触发时 及时运行Ansible的操作 下面是官网的插件介绍 在Jenkins中 触发自动化测试的做法 类似于触发自动化部署 用PostBuild Script插件 在构建完成后 实现自动触发 只需要准备好自动化测试用的脚本 和相应的程序 回馈用的报告和脚本等等 另外 并用Jenkins的Pipeline插件 可以帮助构建完整的部署 测试流程 如下图是一个Jenkins的Stage View插件 这样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直观的阶段状态视图 在顶部的 就是通过Jenkins定义的流程阶段 而下面的部分 明确地显示了每一次Build的成功情况 在哪一个阶段 发现了有失败 在这里 我们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演示环境 我们在一个腾讯云CVM上 安装好了GitLab和Jenkins的框架 Ansible的部分 我们上一刻已经演示了很多 这一刻就不再包括了 刚才讲的 通过Jenkins来调用Ansible Playbook 或者使用Ansible插件 来调用Ansible相关的操作 也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云控制台 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CVM 相对之前的演示来说 选择的实力配置要好一些 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紧凑的部署模式 所有的DevOps环境都在一台机器里 让能够满足这两个框架同时运行的需求 然后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安装好了GitLab和Jenkins GitLab在8084端口服务 Jenkins在8083端口服务 我们看一下关键的配置部分 首先在Jenkins里 我们需要加入两个GitLab的Credentials认证信息 一个是GitLab的项目中用来提交代码的用户名和密码 另一个是GitLab的API Token 这个API Token也是从GitLab的界面中得到的 我们当前的演示项目叫TestProject 我们切换到配置页面 首先我们在代码管理这里 配置好GitReport的地址 再添加好刚刚说的认证信息 以及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使用了GitLab的插件 在构件触发这里 勾选使用GitLab的触发 勾选Push世界 在Advanced里要生成好SecretToken 并且要配置到GitLab里 然后在GitLab这边 我们的演示项目也叫TestProject 在Cities Integrations当中 创建一个Webhook 这是我们已经创建好了的Webhook 要填入刚刚我们 Jenkins的项目地址 还有刚刚我们的SecretToken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GitLab和 Jenkins联动使用了 我们现在去尝试发出一个Push的动作 看一下联动的效果如何 我们先打开一个控制台 打开这个TestProject的Repo 当前这个Repo当中只有一个文件 我们修改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Commit然后Push一下 输入这个Repo的用户名和密码 Push完成后 我们看一下 Jenkins这边的状态 可以看到我们在9.7秒之前 触发了一次Build的操作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Push了新的内容到Repo里面 而GitLab把消息传递给了 Jenkins 而通过事件触发了构建 我们这个简单的演示就到此为止 最后我们对这一刻做一个小结 在这一刻中 我们围绕着DevOps展开了一系列的介绍 首先我们了解了DevOps的产生背景 DevOps应用场景 理解了DevOps的相关概念 再熟悉了一些DevOps的常见架构 在技能这一块 我们学习了一些搭建DevOps平台的方法 了解了连接这些框架的关键步骤 我们这一刻是在讲解DevOps的方方面面 希望大家在之后的工作中 能够将DevOps的文化 融入到开发运维的流程当中 获得流程优化带来的效率提高 这一刻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刻再见 大家好 这是TCC高级云运维课程的第五课 南京平台应用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课程概要 在前四课的课程中 我们掌握了基本的高级云运维方法 包括调用云端API 创建自有镜像 利用自动化编排工具 和DevOps的实践方法 以及能够将传统的部署运维工作效率 通过自动化的方法进行提高了 在这些知识技能的基础上 我们这一刻来进一步学习 专有运维平台上 如何进行日常的运维管理 进行批量的自动化运维工作 在本课中 我们将会学习到以下的内容 首先我们从云端运维的特点 和面临的挑战 引出南京平台的产生 简单介绍了南京平台之后 我们会介绍南京平台 云端运维实现的原理 了解南京平台架构和功能 接着学习应用南京平台 实现常规作业的自动化 和复杂业务的自动化运维 最后通过南京平台 进行云端运维自动化实践 首先我们开始第一节 南京平台简介 通过学习 各位同学应该对云的使用和操作 有了基本的认识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来讲解云端运维 区别于传统运维的一些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 云端运维不关注基础架构 我们在第一课中提到过 云计算就是讲各种东西服务化的过程 基础架构 平台和软件都可以作为服务 用户随取随用 云端运维过程中 不需要关心数据中心 机柜 线路 供电 智能等基础设施 也不需要对物理服务器 交换机 存储设备等硬件提供运维 第二点是大量云端服务替代手动操作 在公有云环境下 安装操作系统 安装数据库 消息对立 负载均衡 CDN等等 原来需要手动部署 现在运维的工作均由云端服务提供 第三 资源多样且分散 公有云平台提供的大量易购资源 与企业本身的业务和产品 缺少物理对应联系 云平台的使用者和运维人员 也相对分散 当然 除了我们这里总结的三点之外 还可以找出很多云端运维的特点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刚才介绍的这些特点下 云端的运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海量资源运维带来了工作的压力 由于使用公有云 不需要经过硬件采购等诸多环节 增加云端资源相对容易 随着业务的扩张 云平台中往往有海量云主机 云磁盘等资源需要管理 其次 资源变化频繁 需要快速发现和纳管 公有云的自动化部署 弹性伸缩等 造成了公有云中的云主机 弹性IP 数据库服务的数量 规模和配置 经常发生变化 另外 点对点的登陆操作 安全隐患 相比于传统模式要高 由于云主机等资源 暴露在internet中 传统的通过终端 或者SSH 点对点登陆的运为方式 在云端存在安全风险 最后分散的资源 造成管理混乱 云端资源和业务 运为人员之间 关系模糊 难于管理 同时运为人员的操作 缺乏记录 供审计监管 为了应对刚才我们讲到的 几大云端运为的挑战 使用公有云的高级运为工程师 需要改变传统的运为方式 引入自动化运为思维 自动化运为 英文为I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utomation 即通过一套运为软件框架 将过去手动执行的运为操作 变为自动化执行的响应式操作 保障环境的稳定有效运行 所谓响应式操作 就是运为系统 自动根据状态的变化 采取相应的操作 把更多的操作 从费时费力 还容易出错的手工操作 变成自动的操作 我们之前的课 也接触了很多 自动化运为的方法 那么自动化运为的优点在哪里呢 自动化运为 可以有效地降低 运为中的人工操作量 无惧海量资源运为 带来的压力 也可以快速感知 环境变化 及及时做出响应 自动化运为 还可以远程批量操作 避免了人工 直接登陆云主机进行操作 增强安全性 最后使用配置管理数据库 保存映射关系 并提供完整的操作日志 可供审计查询 可以解决管理困难的问题 之前我们介绍了 几种自动化编排框架 但是有很多 和公有云相关的接口适配功能 都是放在商业板里 对国外的云厂商支持的好一些 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公有云运为体验 在腾讯云端 更容易地实现批量自动化部署 腾讯云提供了一套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南京平台 南京平台专门针对腾讯云用户 同时支持其他的公有云 根据用户业务需求及所需的服务 量身打造 目前南京已经提供了六大服务平台解决方案 稍后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平台 也有一些企业已经采用了南京平台 作为在腾讯云中自动化运为的平台 其中就包括了58同城 滴滴等行业标杆企业 南京平台作为一个整体 包含了六大平台功能 完整覆盖了云端运营运为的各个运用场景 它们分别是管控平台 作业平台 集成平台 配置平台 移动平台和数据平台 管控平台是一个控制南京平台S 且易用易扩展高效及稳定的分布式底层操控管道 提供任务执行 数据采集上报 文件快速传输 进程与配置管理四大解决方案 作业平台是一套基于南京管控平台管道之上的操作平台 具备批量处理能力 支持脚本执行 文件拉取 分发 定时任务等一系列基础运为操作 还可以流程化地将基础运为操作 组装成一个复杂的业务 集成平台 是全自主化的南京应用创建和管理服务平台 提供封装完整的SDK 前端组件和开发框架 助力运为人员在南京平台上开发更贴合自身业务的运为工具 在ITOL体系中 配置管理数据库CMDB 是构建其他流程的基础 而在南京智云体系里 配置平台就扮演着CMDB的角色 为南京体系的其他平台 提供了各种运为场景的配置数据服务 移动平台允许运为人员通过微信公众号 一键式执行各种基础操作 数据平台是为运为打造的实时计算平台 拥有海量数据快速采集 实时分析计算 大容量存储 及API接口等功能 快速响应运为事件 除了以上六大平台之外 南京平台还提供了其他应用供运为人员使用 例如舆情监控平台音页 南京专用编排工具T-Ansible 这里就不再多介绍了 在我们下面的课程里 我们主要将学习使用南京最核心的配置平台和作业平台 我们看右边一个简明的南京架构图 直观描述了一个典型的管理操作 在南京中涉及到的平台功能 用户在操作时通过南京桌面进行在线操作 这个任务通过配置平台进行配置 执行时通过作业平台 再经过管控平台到达各个地域的腾讯云CVM 实现腾讯云服务的纳管 实现跨区域的CVM管理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这一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 南京平台云端运为实现原理 刚才我们讲到了配置管理平台 也涉及到了传统IT运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配置管理数据库CMDB 这个概念起源于传统的IT运为 我们讲配置管理平台的角色就相当于CMDB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CMDB的概念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CMDB的全称是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 是标准固化的运为对象信息管理系统 它是用于传储IT基础设施的逻辑模型的数据仓库 在这个数据库里的基本元素是配置项 Configuration Items 比如基础设施的信息 包括机房 机柜 机架 服务器 网络设备 还有应用信息 部署信息 日志信息 原数据等 下面举出了几个CMDB里数据内容的例子 这是三台服务器的配置信息 包括了硬件配置信息 IP地址 主信名 和上面安装的应用服务 通过这个CMDB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把物理的设备 映射成一个抽象的运为对象 刚刚介绍的CMDB 是蓝金配置平台的基础 配置平台也起到了一个组织和抽象被运为对象的作用 右边这个图是蓝金配置平台 在不同层面实现运为资源管理 从底层到上层 分别为资源层、服务层、接口层和Web层 资源层是配置平台管理的运为对象 服务层分别通过业务场景模块和资源管理模块 对这些被管理对象进行了分类处理 在接口层中 配置平台向外提供了API 最后Web层是通过网页给用户提供的终端服务 蓝金平台中 自动运为的实现类似于编排工具 管控平台会为云主机添加agent 就像我们在第三课中讲到的Purpit Agent类似 如右图所示 如果运为人员希望查看系统配置文件 而平时不在前端的云主机是不会绑定弹性公网IP的 这是如何做到管理通信的功能呢? 蓝金的做法就是通过agent来进行管理通信 运为操作 通过管控平台 向指定云主机内的agent管理程序下达指令 来达到远程集中管理的目的 接着我们来进一步回答上一页的问题 内网大部分主机是没有公网IP的 看显示的这张图 蓝金是通过外网访问代理主机 再经过代理主机访问每台内网主机上安装的agent 来实现纳管内网主机的 代理主机对所在区域的agent通过内网进行通信 通过外网和蓝金服务器进行通信 agent是最小的服务执行单元 拥有任务执行 数据上报 以及文件传输等功能 必须挂载在某个代理主机下 才能正常工作 蓝金平台采用了这种 由代理主机 Proxy网关加agent程序实现的方式 每个区域都部署了公用的Proxy网关 通过它访问区域内网的云主机 如右图所示 如果运维工程师希望查看北京区云主机2的系统日志 那么这个操作通过作业平台下发到管控平台 再经由公网IP的Proxy访问到内网的云主机2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这一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蓝金平台的架构和功能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蓝金桌面 蓝金桌面通过浏览器访问 完全在线模拟了一个视窗操作系统的界面 用户可以在界面上点击桌面图标 直接打开应用 要添加应用 也是可视化的界面操作 这一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蓝金平台的架构和功能 点击添加即可 非常方便 在这个界面上 我们可以始终同步工作界面和环境配置信息 稍后为大家演示时可以看到运行中的界面 上一节课中我们介绍了配置平台的实现原理 蓝金配置平台中有几个基本的功能 首先是使用产品 集群 模块 主机 四个层级共同描绘业务拓谱 快速定义云端业务架构 第二是拥有完善的运维人员体系 清楚划分运维人员与具体业务产品之间的职能关系 第三是分配云端资源到不同的业务产品集群 并可以动态地调整资源和业务的映射关系 最后是为蓝金平台的其他功能提供场景和基础数据配置服务 业务管理是配置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理解一个业务用于某个产品的被运为资源 比如用于这个业务的CVM 在这个业务下可以包含若干业务分区和主机 有一个拓谱结构 如果要新建业务管理任务 如下图所示 选中菜单中开发商试图的业务管理菜单 再点击新增业务按钮 这样用户就可以创建自己的业务拓谱结构了 配置平台中一个业务对应一个产品 一个企业账号可以创建多个业务 有权限的用户在蓝金平台各个功能平台中 可以随时切换到不同的业务场景进行操作 一个业务可以分为一个或多个集群 比如按职能分可以分为生产集群 测试集群 开发集群 按地域分可以分为北京集群 上海集群 广州集群 按网络分可以分为电信集群 联通集群等等 集群由多个功能模块组成 如前端模块 后台模块 数据模块等 因此业务集群和模块 是一个层层包含的关系 如图索是 最简单的业务由一个集群和一个模块构成 配置平台也提供了权限管理 支持按开发运维小组 分配不同的应为人员来管理模块 篮金平台的一大功能 是把所有的云资源在S平台里 就是各个云主机CVM 变成方便管理调度的资源池 如图所示 配置平台包含几种不同的资源池 未分配资源池 包含了所有尚未分配给业务的云主机 业务所属空闲池中 是所有分配给该业务 但还没有使用的云主机 业务所属资源池 集群所属资源池 和模块所属资源池 分别包含的是 分配给该业务 集群和模块 而且已经使用的云主机 如右图索是 分配云主机资源池 用为人员账号 所建立的未分配的云主机 都属于未分配资源池 假设我们通过配置平台 将云主机A 分配到具体的业务1中去 这时云主机A 将被移动到业务1所属空闲池 然后再由业务管理人员 将云主机A 分配到模块1中进行使用 这时云主机A 将同时属于模块1所属资源池 集群1所属资源池 和业务1所属资源池 三个资源池 配置平台 还有一些非核心的功能 能够帮助运维人员 更好地使用配置平台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行尝试使用 包括定义检索条件 快速查看各层级资源对应关系 查看云主机详细资料 查看操作审计日志 配置模块和集群 所包含的进程 和自定义属性 共二次开发使用 那么我们就来演示一下配置平台的使用 在演示中我们会先进入蓝金桌面 使用配置平台新建业务 再为业务添加集群和模块 最后为业务分配云主机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金平台的桌面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蓝金平台的公有云版 我们可以看到蓝金平台的常用应用就放在桌面上 我们点击图标打开配置平台 现在配置平台打开了 我们先到开发商试图的业务管理菜单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了几个业务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名为高级课程的业务 点击新增业务 首先选择业务托普类型 默认是三级托普 我们就保留这个默认选项 三级托普就是业务、大区、短模块的托普结构 现在我们填入业务的名称 然后保存 我们可以看到 列表当中多了一项高级课程这个业务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业务管理中看到这个高级课程的业务了 现在我们切换到高级课程的试图中 在资源池的属性中 我们先同步一下现在腾讯云中的状态 点击同步主机 现在这个列表当中显示的就是 当前我们这个账户中腾讯云主机的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总共有四个CVM 我们把其中的三台分配给我们高级的课程 选中三台 然后选择分配至高级课程 点击继续 我们可以看到分配成功 现在我们去业务试图 首先我们在业务托普中 创建相应的集群和模块 我们创建两个集群 一个测试集群 一个开发集群 现在创建集群就成功了 我们分别在测试集群和开发集群下 创建相应的模块 我们把维护人更改成我们当前账户名 保存 再在开发集群下建立一个模块 点击保存 这样我们的集群和模块 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去主机管理 为这几个模块分别分配 相应的CVM 在空闲级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台主机 现在我们分配两台给测试集群 一台给开发集群 最后这一台给开发集群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主机资源的分配 把三台CVM分别分配给了高级课程 这个业务中的两个模块 如果我们要做相反的操作 删除这个业务 需要先把当前分配的机器 全部都上缴到空闲级当中 再删除 那么我们这个演示就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蓝金作业平台 刚刚我们看到过相关的操作架构简图 作业平台是基于管控平台之上的基础操作平台 为了保证云环境中大规模资源管理的性能 蓝金平台具备大并发处理能力 而且支持脚本执行 文件拉取 分发 定时任务等基础用为场景 比一般的自动化编排工具更多了一些优势 蓝金作业平台的流程化 将原子任务组装成作业流程 并且提供了严格的用户权限管理功能 相比于一般的编排工具 蓝金作业平台在配合公有云环境的使用上 有一系列的优势 蓝金作业平台使用的Agent支持高效出发 采用了Web脚本化管理便于协作 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过万级并发执行任务 不必因企业发展加速 服务器管理规模扩大 而带来的操作执行性能和效率上的问题而担忧 用户只需要将某一个特定业务场景的脚本 或文件传输操作 按照顺序组装 定制成一个作业任务 以后便可以一键完成整套操作 极方便又便宜管理 作业平台能够支持到以秒为最小时间力度的定时任务计划 而且每个定时任务执行过程都会被记录日志 让一切操作都可以追溯 最后作业平台还开放API 可以定制打造更适用于业务的运维功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课再见 这一课我们应用蓝金平台实现常规作业的自动化 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蓝金平台的原理和功能 重点介绍了蓝金平台的配置平台和作业平台 从这一课开始 我们着重使用蓝金平台的作业平台 进行运维作业的自动化 首先我们从简单常规的作业自动化开始 在这个演示中 首先我们会进入作业平台 然后通过快速执行功能下发文本文件 再快速远程执行脚本 读取文本文件内容 最后查看历史记录 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的演示 首先我们在三台演示用的CVM中 安装蓝金的Proxy和Agent 我们在蓝金的桌面上点击Agent安装 选择立即配置 我们切换到高级课程这个业务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看一下我们选用的CVM在哪些分区 我们可以到配置平台上去看一下详细信息 看一下我们这个业务当中的主机管理 点开一个CVM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CVM属于腾讯云VPC区 所以我们在安装Agent的时候 需要在VPC区安装Proxy和Agent 现在我们关闭配置平台 在云区管理中我们点击一下 找到VPC区 其他几个区我们都没有CVM 所以可以翻选 保存 然后我们开始在腾讯云VPC区 安装Proxy 点击Proxy旁边的加号 我们这里首先需要注意一下 在安装Proxy之前 我们用来作为Proxy的CVM 必须保证如下的规则 在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在创建CVM的时候 选择了放通所有端口的安全组 所以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选择服务器 我们选择南京Demo1这台机器 作为Proxy 导入选中 这样这台机器的内网网IP 就自动的导入了这些输入框中 在验证方式中 我们根据CVM的情况 选择密码验证 然后输入密码 我们只安装一个Proxy server 所以选掉另一个 选择开始安装 我们可以查看详情 在等待了几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Proxy的安装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Agent 我们选择新建Agent 大家可以看到 Agent的安装的时候 也有一些通信的条件 我们这几个CVM在创建时 已经放通了所有端口 所以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南京平台必须使用root权限的用户 来进行运维操作 所以如果操作系统本身没有启动root的话 比如像Ubuntu这样的操作系统 就需要事先做好设置 否则Proxy和Agent都有可能安装失败 那么我们开始选择服务器 安装Agent 我们勾选这两个没有安装Agent的机器 导入选中 在校验方式中 我们还是选择密码验证 然后输入我们创建CVM时设置的密码 点击开始安装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安装详情 我们可以看到 两台CVM的Agent都已经安装成功了 下面我们去作业平台 进行一些实践操作 首先我们打开南京作业平台 切换到我们的高级课程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三台Agent安装正常的CVM 我们点开座椅执行 首先我们选择快速分发文件 我们看到一个界面 可以把当前的本地文件 分发给下属的这些目标主机 首先我们准备好了一个测试文件 这个测试文件中只写了一句话 待会我们就用脚本来显示这个文件 首先我们选择这个文件 然后填写分发路径 我们选择分发到Home目录下 然后选择目标机器 三台全选 然后选择开始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执行成功了 我们在这个界面中 也可以看到每一台机器在执行时的日志 接着我们建立一个快速的脚本来执行一下 选择快速脚本执行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蓝金平台 已经为用户写好了一些脚本的模板 我们可以用固定的Job Start来打印开始的时间戳 Job Success来打印脚本返回为临时的信息 Job Fail来返回出错时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行简单的命令 来显示刚刚我们上传的这个文件 自定义的脚本 在Job Start之后开始 我们在这里选择打印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在下面脚本参数框中填入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我们刚刚上传的这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我们来选择目标服务器 同样是全选 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执行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三台机器的执行当中 都把刚刚我们测试文件当中的这句话 打印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脚本是执行成功了的 刚刚演示的就是通过南京作业平台 进行快速脚本和分发的过程 我们这个演示就到这里 这一刻我们也就长得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请接着上一节课实现的常规业务自动化运位 我们在这节课应用南京平台实现复杂业务的自动化运位 在应用南京平台实现复杂运位时 有一些使用的细节建议 我们在这里把这些建议总结为了七个原则 下面我们就来主意介绍这些原则 首先第一个原则将作业分割为原子操作 分别保存为脚本 比如将管理系统服务的原子操作保存为一个脚本 这样南京平台可以方便地克隆和重用这些原子操作脚本 达到在之后的作业流程定制化当中 复用这些原子操作节省资源 原则二 原子操作脚本可以读取输入参数 增强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例如管理系统服务的原子操作 可以读取目标系统服务名称和指定的操作 下面这条命令 把服务控制命令 service后面的服务名和操作名两个参数 都变成了变量的形式 方便进行后续的复用 原则三 为了增加运维作业的健壮性 脚本要检查自身的运行结果 并输出日志以便排查问题 如图 脚本的21到26行 通过shale脚本 检查服务管理命令 是否执行成功 并打印日志 原则四 组合原子操作来定制复杂作业流程 并保存为常用作业 每个原子操作的输入参数 可以独立填写 也可以使用统一的全局变量 如下图 这个名为测试的作业 就是一个常用作业 右图是在定义原子操作的时候 写入步骤脚本名称 原则五 使用全局变量 替换目标与主机和输入参数 快速重用以保存的作业 刚才说了参数可以使用全局变量来填入 这样可以在不同场合下 提高脚本的适用性 下面是作业系统中 定义全局变量 及默认值的一个界面 原则六 使用定时作业功能 循环执行日常运维作业 在介绍作业平台的优势时 我们提到过蓝金的作业平台 可以使用秒级的高频率定时服务 这也是日常运维的一个使用功能 例如右图是在新建一个定时任务 用于每天下午五点 定时检查服务器登录状态 最后一个原则七 查看执行历史页面 检索和查询作业执行结果 下图是一个在蓝金作业平台中的任务显示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比较直观的任务状态显示 在多次试运行后 尝试调整这些脚本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在这一节课中 我们将通过两个演示 学习怎样利用蓝金平台进行自动化运维 蓝金平台云端运维自动化事件 这里我们开始本课的第二个演示 我们在演示中将执行如下的步骤 首先将新建两个脚本 再组合两个原子操作脚本为常用作业 然后执行常用作业 使用全局变量替换常用作业目标云主机 最后查看执行历史 下面我们开始演示 这里是我们打开的蓝金的作业平台 首先我们来到业务管理 脚本管理 我们要把写事文件的操作保存为一个脚本 我们点击新建脚本 我们为这个脚本取一个名称 然后在脚本的最后加入一行命令 仍然是打印一个参数的文件 保存 然后我们来新建作业 来到作业执行 首先我们填入这个作业的名称 首先第一个步骤为传输文件 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上传文件 然后填入目标路径 为了这个演示 我们准备好了另外一个测试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当中有另外一堂文字 然后在第二个步骤中 我们选择刚刚创建的脚本 在填入名称之后 我们选择脚本引用 选择我们刚才保存的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保存的脚本 出现在这里 脚本的参数 我们在这里填入 和刚才那个演示一样 填入的是我们上传的这个文件的完整路径 然后我们选择使用全局变量 来指定目标主机的服务器 点击全局变量设置 新增变量 IP变量 变量名是默认的 然后变量默认值 然后我们选择需要替换的节点 把这两个步骤中的目标服务器 全部都替换成我们在这里选择的服务器 我们在这里选择服务器 选择三台服务器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目标服务器全部都被全局变量替代 现在我们保存 然后去执行 点击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执行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的详情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誌中 打出了我们另外一个测试文件中的内容 同样三台服务器都已经执行成功了 我们这个演示就到此为止 紧接着我们开始本课的第三个演示 使用蓝金作业平台将一系列基本操作 组合为一个高级的运维管理操作 并通过定时作业功能定期执行 这个演示会实现每天凌晨三点钟 在所有云主机执行 系统布丁检查 如果某台云主机发现有新的升级布丁 向云主机发起升级命令 所有操作要求输出完整的日誌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演示 我们仍然在蓝金的作业平台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作业 填入作业名称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演示的执行流程 首先我们需要去获取当前可以更新的包 在这里我们准备好了一个脚本 把它引用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脚本引用 然后选择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脚本 这已经到了最新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脚本的内容 这个脚本主要是通过yam list update这个命令 去确认yam是不是有可以update的包 然后这行命令的所有输出 都通过重定向 重定向到了这个update arrow.log文件当中 然后我们在这里显示一下这个文件 作为日志的参考 再接着我们通过grip的命令 全文搜索是否有这一行错误信息 如果这个重定向的文件中 出现了这个错误信息 就意味着当前centerOS有可以update的包 所以在找不到这行信息的时候 我们返回success 这时候会触发第二步 如果找到了这行信息 我们返回job fail 这样第二步就不会被触发 我们就不需要做更新的操作 我们再来添加第二步这个简单的脚本 同样我们引用现在已经有了的原字脚本 我们看一下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二个脚本中只有一行代码 就是yam会去强制执行所有可以更新的操作 和上一个演示一样 我们这里也使用全局变量来替代选择服务器 选中所有服务器 点击保存 接着我们再去新创建一个定时作业 点击新建 我们首先输入定时任务的名称和作业名称 定时的规则在这里有两种办法设定 一种是通过直观的勾选 另一种是自定义的办法 这个自定义就和Linux的crownjob时间定义格式类似 为了演示 我们先定义每五分钟执行一次这个任务 本来这个任务的要求是在每天半夜三点钟去执行这个任务 我们现在为了先看一下我们脚本是否是正常工作的 所以先设置每隔五分钟执行 然后点击保存 等待五分钟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执行历史的情况 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执行历史 我们看到了我们刚才作业的名称 结果是执行失败 我们看一下执行的详情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第一个脚本执行了 结果都是失败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错误 我们可以看到三台机器都是执行失败的状态 原因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这条错误信息 其实这是我们期望的结果 当我们找到这条信息之后 就不会触发第二个脚本的执行 也就是说当前三台机器都没有更多的包需要update 在初步的测试成功之后 我们再把作业的时间设置成每天半夜三点去执行这个任务 每天执行一次 我们来到定时作业菜单 然后修改这个作业 改成每天凌晨三点执行这个任务 在天这一集我们选择每天 然后在小时这里 我们选择指定 指定的是三点 然后保存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任务设置成了每天凌晨三点 自动执行 我们这个演示就到这里为止 在这一课中 我们学习了关于蓝金运维平台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知识方面 学习了蓝金平台的功能 蓝金平台的架构 蓝金配置平台的功能与使用 蓝金作业平台的功能与使用 在技能方面 学习了利用蓝金平台进行配置 利用蓝金平台进行常规作业运维自动化 将多个原子操作脚本组合成复杂功能的作业和定时任务功能 在这一课结束后 我们对蓝金平台的讲解和演示 希望对大家在公有云端的实际运维工作起得帮助 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课再见